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8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說的 是剛剛發生 在美國紐約 不過發生的人物 是英國的哈里王子 以及 他的太太梅根 兩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而這個梅根 就是來自美國 據說他們在 美國紐約 出席完公開活動 打算坐的士離開 接著 遇到傳媒追逐 他們報稱有狗仔隊 在他們後面追逐了 兩個小時 這件事 當然 引起了 很大 的迴響 以及爭議 有幾個原因 首先 這個已故的王妃戴安娜 也是發生了 跟這個狗仔隊的追逐戰 然後到最終 發生了嚴重車禍 所以 當哈里和梅根 的發言人 出來說他們 發生又被這個狗仔隊 追蹤了兩個小時 而且險象還生 的時候 說完 立即是引起了很大的反應 因為 這件事立即令人勾起 已故王妃戴安娜 遇到的情況 但是 最新的訊息顯示 他們是把這件事 是描述得太過危險 實際上 根本原來所謂兩個小時 的追逐 原來只有10分鐘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我們有兩個後備戶口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模式 但是希望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就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給大家支持 請大家一定要參與 請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還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哈利王子 的媽媽 正正就是這個 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戴安娜王妃 就是死在 1997年 日子 大家應該會很容易記得 因為跟我們某個日子相同 是8月31日 831 當時的戴安娜是跟 是叫做富商 來自埃及的富商 叫做穆罕默德 法耶茲 的公子 叫做多蒂 他們出事的地方 是叫做巴黎 戴安娜王妃 跟現在的哈里王子 以及梅根都有相同的地方 他們都是 被傳媒 不斷去追蹤 不斷去挖他們的私隱 當然 當然 戴安娜 做的事少於梅根和哈里 哈里 和梅根 就是他們自己一方面 都非常之需要繼續有知名度 繼續有八卦新聞 因為一個是王子 一個 是叫做王妃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 因為是成名 因為是出名的人物 所以很需要向傳媒曝光 哈里王子更加不用說了 更加是出了一本書 是大爆皇室的所謂醜物 結果發現 他揭露的所謂醜物 全部都是一些芝麻綠豆 雞毛蒜皮的小事 關於戴安娜王妃的斜禍的陰謀論 我們這裏就不討論了 我們大概知道 就是戴安娜王妃 因為跟這個狗仔隊 即是傳媒發生追逐 跟著他們坐的私家車 在這個隧道裏面是失控 當時的車速 是105公里 即是65英里 以開車的角度來說 其實65公里 105公里 也不算特別高 因為一般的公路 即是英國的Motorway 走的是70英里 即是70公里 而實際上公路上面的車 很多是遠遠高過這個數目 雖然該路段 隧道的限速 是50公里 30公里 即是說 當時戴安娜的車 超速了足足30公里 駕車的朋友應該知道 速度不是最致命的問題 而是路面 到底是不是暢通 有沒有其他車輛 才是你駕車高速的最大問題 案件後來發現 就是司機 司機原來被發現 是喝了酒 酒精的濃度 超出了法例規定3.5倍 喝酒開車 其實最危險是甚麼呢 最危險我認為 是在於 喝完酒之後 你會大膽了很多 即是說平時小心謹慎 有很多人 喝了酒之後 那些小心謹慎就全部不見了 由於戴安娜黃飛 就是發生 這個跟記者的追逐戰 然後再去到發生悲劇 發生嚴重車禍 所以哈里和梅根 當一說到 是被記者追逐 還要足足追逐了兩個小時 在英國 還有美國 很多地方 引起了廣泛回響 有很多人出來譴責 這個記者 在搞追逐 導致很容易發生危險 根據當時的報導 當時哈里夫婦 就是出席了這個婦女基金會 的頒獎典禮 在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他們三個就乘搭的士 回家 誰知道然後被狗仔隊追蹤 他們甚至說差點 發生了車禍 他們形容災難式的追車 哈里的發言人 出來譴責這個狗仔隊 說他們拍攝的行為相當危險 相當魯莽 他說整個追蹤的過程 足足持續了兩個小時 也對交通 對路面上其他車輛 以及行人 造成相當大的危險 他說差點有行人被波及 也有兩個紐約的警察 差點發生車禍 整個指控相當之嚴重 但是後來就被發現 原來這個所謂兩個小時的亡命追逐 災難式追逐 原來根據當時的的士司機 所說 根本整件事 原來就沒有那麼長 根本 只是只有10分鐘 的一個所謂追逐過程 根據的士司機所說 亦都不是真的那麼危險 雖然他們說 在車上的幾個人 覺得很緊張 接受媒體訪問的的士司機 甚至乎認為根本 不覺得這個 是一場叫做汽車追逐戰 他亦都不覺得有甚麼危險 根據 的士司機所說 他們的保安 就是叫了的士 然後上車 總共四個人上車 後來傳媒有兩架車 開始追著的士 的士 就是每逢停車的時候 那兩架車都會追到 的士的身邊 然後嘗試拍攝 後來 保安就叫的士司機把車駕駛去警局 因為怕被狗仔隊繼續纏繞 司機就說 這個根本就不覺得是一場叫做追逐戰 絕對不像你心目中電影裏面的追逐情節 他覺得當時的環境 是非常安靜 但是 車上的乘客 即是說梅根和哈里 就是覺得很緊張很害怕 的士司機再補充 說這裏是紐約啊 這裏很安全啊 結果 就是紐約的警方 都沒有就這件事 明確表態 紐約市市長就出來說 他說在紐約 沒有可能會出現 兩個小時 的高速 車輛追逐 他說如果有這樣的事 就是很危險 一定要調查 整件事其實就是哈里和梅根 將追逐戰 跨大了 立即令人想起 這個叫做 已故王妃戴安娜 但是實際上當時的情況 根本沒有他們描述得 那麼嚴重 這個就是大致上梅根和哈里的情況 亦有網民發表意見 覺得 如果哈里和梅根 真的發生 嚴重的意外 可能他們也表示不會同情 不過 你不同情 哈里和梅根也不要緊 沒有理由要把其他人 去捲入那件事 好 我們這節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